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乐文集团联合出品 改编自七点中文网的大凤大耕人 作者卖爆小郎君 演播头头冤大冰丸子小桃红等等等等 好多主播 后期制作小太阳 欢迎您的订阅 第二百四十集 大凤的国师是狐妹子 还有吗 不知道是不是涉及到了三号的身份 天地会众成员们竟然自动忽略了 唐帝是白鹿书院学子这么至关重要的信息 哼 你们这么默契的保持沉默 愤怒让我觉得心虚啊 徐清安等了一下 想等五号揭穿他 以此来确认天地会成员的态度 但是五号呢 也竟罕见的保持了沉默 五号还是个孩子 不要对他要求那么多 徐清安思索之间 一号回答了二号的问题 此人深得魏冤信任和看重 深得魏冤信任和看重 简短的一句话 在天地会成员心中掀起了轩然大波 魏冤这个名字 不仅在大奉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即使在九州也是极有分量的 除了不会修行 魏冤堪称全才 当然 琴棋书画这些东西都是锦上添花的小道 魏冤真正让九州各大势力 三千里烧杀掠夺 赤地千里 浮尸无数 朝廷紧急调兵前将 才遏制了蛮族的汹汹之势 但是战局依旧不容乐观 后来的镇北王在当时 还是个刚展露头角的亲王而已 当时还是历经图治的远景帝头疼之际 魏冤请战了 他立下军令状 三月之内若不能驱除蛮族 以死谢罪 年轻的远景帝很有魄力 当即委任魏冤为兵部侍郎兼左都督 同率武军 魏冤果然不负黄恩 一个半月便杀的蛮族丢盔弃甲 只剩五千多残部逃回北方 这段君臣之意 至今还常常被拿出来 紧紧乐道 魏冤的战绩不仅如此 最最著名的就是 十九年前的山海战役 当时的镇北王 已然是明镇天下的高手 然而 他依旧只能当魏冤手中的利刃 被驱使着杀敌 三军统帅仍然是这位 魏镇天下的大宦官 山海关在于西域边境 北方蛮族南下 南疆各族北上 在山海关与大凤 还有佛国联军死战 半年之中 百万生灵灰飞烟灭 是历史记载中 罕见的惨烈战役 而作为大凤左都督的魏冤 再一次向诗人展示了 他举世无双的统欲之能 我真傻 真的 我仍然低估了这个许奇安 此时 已经脱去青甲穿着白色礼衣 盘西坐在绣床的二号 李妙珍喃喃自语 如果我没猜错 白鹿书宴 轻气冲销的原因 在三号身上 三号极有可能 是许奇安的那位堂弟 许奇安本人 有得魏冤如此看重 这 这 再过几年 京城就要出现 一个显赫事假 四号内心感慨万千 离京多年 有种物是人非的怅然 等众人消化了这则消息 一会儿继续说道 她的弱点很明显 好色 此人在精神时 时常流连叫方思 与多位花魁有染 二号 你若想对付她 不妨使用美人计 我没有 我不好色 你别怨恨我 许奇安首先否认三连 不承认自己是个好色之徒 然后略显心虚地 在心里辩解 我流连叫方思不是好色 只是想让多巴胺 冲进大脑 填补我空虚的灵魂 一号真可恶 不但私自贩卖我的消息 还诋毁我的人品 他有些反常 不符合平时的作风 许奇安 一指代笔 刚想为许奇安辩解 忽然又想 许奇安是好色之徒 跟我三号有什么关系啊 我该网恋还是要网恋的 不影响我撩二号和五号 当然 二号的颜值已经由我这位 阅女无数的老司机背书 很值得撩 五号还有带口证 你不必试探 我也没隐瞒我的性别 不过色诱是个方向 我手头上正好有位 倾国倾城的妹 传书的同时 二号回忆起了许奇安 深深的黑眼圈 再加上一号的话 几乎可以肯定 是个资深的好色之徒 性格上有很大缺陷 尽管他聪明 但男人嘛 有时候下半身 比脑子更有决定权 二号的嘴角一条 一号显然并不了解我 许奇安觉得自己并非是好色之徒 他只是和大部分男人一样 喜欢睡美人 且并不纵欲 这时 四号忽然感慨着传书 许奇安此人心机深沉 善于隐忍 美人计恐怕对他不奏效 一下子吸引了天地会成员们的注意 何意见得 一号所言非虚的话 许奇安明明能力出众 却甘心做了多年的快手 平平无奇 直到睡银案关乎自身安危 他才冷静果断地出手 随后加入打羹人 屡破其案 屡历功劳 与当快手时的表现截然不同 他恐怕一直在等这个机会吧 加入打羹人 才是他大展宏图 一飞冲天的舞台 原来我是这么想的 我是个心机深沉的人 我自己怎么不知道 四号真是估计级理解 许奇安显些颜面 有道理 众人深以为然 认同四号的分析 许奇安此人的形象 在脑海里愈发鲜明 清晰 许奇安是个好人 贫僧不希望他在云州出现意外 二号 希望你别伤害他 更别让云州都指挥室伤害他 沉默许久的六号突然传书 二号和六号关系还算不错 纳闷传书 怎么 你也和他有交集 我与他在桑浦暗中相识 他知道养生堂之后 前前后后 借了我四十多两银子 并且承诺 每天无偿资助贫僧三千银子 离开京城时 托人送来了二十两银子 这一刻 众人心里不禁感慨 人心真是复杂呀 这样的人 竟是一个好色之徒 我明白了 我会尽可能地保证他的安全 多谢 好半天没人说话 就当许清安 以为没素质的群友又下线时 五号传书过来 那个三号啊 你说的打包送大份公主和国司 还算素吗 嗯嗯嗯 许清安顶着这条传书 愣了许久 心说这肯定不算啊 你连口嗨都分不清吗 哼 等我成为一品强者再说 哼 我就知道你是骗人的 我大兄这些天总是反我 向我打听大份公主的消息 还问我公主与国司俗美 既然是这个话题 那许清安愿意与他多聊片刻 传书说道 大奉公主 总共四位 长公主怀庆和二公主临安 是八家的美人 至于国师 我并不清楚 闻其名 未见其人 他思考之后 觉得白鹿书院的学子 应该是见不到国师 骆玉衡的 国师自然是很美的 我觉得要胜过两位公主一筹 但凡见过国师的男人 都会沉迷他的美色之中 哦 你们大奋的国师 是狐媚子 混账 就是狐媚子 就算有一定的道理 但这并不是国师的原因 而是仁宗的隐秘 我不方便多说 有什么不能说的 仁宗仁宗 顾名思义 此派修行与人间气韵 有莫大的干系 修行到一定境界 便会被七情六欲缠身 因此 骆玉衡会在无形中 勾起男人的欲念 上一代的人宗到手 原本有机会踏入一品 他将领宝冠迁徙至京城 欲借人间气韵成就一品 但坚证不同意 这才无奈陨落 未能渡截成功 到了他女儿骆玉衡 恰好 远景帝沉迷修仙 又是个身冠 只需与远景帝双修 假以时日 突破一品 不难 可我记得 金连道长说过 骆玉衡并未与远景帝双修 许清安恨不得爱他 金连道长 让他跳出来 证实骆玉衡还是完毕之身 金连道长 可能大半夜的出去抓耗子吃了 没有恢复他 是四号跳出来解答的 的确 国师未曾与远景帝双修 原因未知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在喜马拉雅搜索 头驼渊 讲故事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